传权姐姐 我困死了 困了 你没睡好觉啊 睡好了 别看这会儿说困了 很快管晨晨的精神头就来了 马上要上场比赛 她先组织队员们一起喊个口号 啼啼气 赵江匹套水套水 赵江匹套水 加油 好厉害啊 跟浙江队队友好好拥抱一下 跟对手也是国家队同门师姐 也要来一个爱的抱抱 管晓胖就像体操女队的开心果 终于等到浙江队上场 姑娘们大方自信地亮相 丝毫看不到大赛的紧张情绪 浙江队虽然预赛排在第二位 但因为队伍有些伤病 本次比赛想要守住领奖台 也有一些难度 对于管晓晓来说 奥运会时作为单向选手 她只需要专注准备平衡目 可这次为了浙江的团体 她只能把四向都练起来 包括最不擅长的高低杠 因为奥运会的时候我比的是单向嘛 就是属于是个人的 但是全运会我是参加了就是在浙江队里面 然后我参与的是一个团队的协作 所以我觉得团队来说会比个人更难比一些 一比完高低杠 管晓晓就专心致志地在一旁练习起平衡目来 奥运会夺心归来之后 原来觉得自己默默无闻的小家伙 一下子变成了全民人关注的小小名将 她也希望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 这套平衡目她虽然没有掉墓 却也出现了一个大晃 并没有发挥出她的最佳水平 随后的自由操管晓晓基本正常发挥 但浙江队高低杠的实力偏弱 整体失误率也较多 最终遗憾无缘领奖台 管晓晓记责又难过 其实总体来说还可以 但是平衡目可能还是有点紧 所以做动作的时候还是会稍微虚一点 走下奥运会的冠军领奖台 管晓晓依旧还是以前那个 爱闹爱笑的管晓胖 总能轻轻松松地跟大家打成一片 其实我自己并没有觉得 我有加持于奥运冠军这个光环 因为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16岁即将过17岁生生的小女孩 然后也是在我这种性格 这种年纪中 应该展现出我自己的这种 当然经历了奥运会的洗礼 管晓晓也成长了很多 这一点她的教练看得最清楚 太紧了小胖 放开了 自助手放开了 小胖是我的关门弟子 奥运会结束我也高高兴兴地退休了 但是现在因为全运会 所以这一段时间还接着再把它带一下 但带的过程当中确实是有些微微的小变化 一个是这个性格比原来还更外向了 因为训练上她也更成熟了 很多时候呢她表现出的就比原来更成熟的地方 就是比如说有的动作 像以前是我要盯着她把技术要给做出来 可能她才能够完成 像现在你看特别通过这次比赛 就是说我不是那么太盯着她做技术 她自己也能够把很详细的环节做出来 虽然因为错失团体奖牌哭了鼻子 但一次遗憾并不会让她太过气馁 没过一会儿她就又恢复了乐天派的样子 我也很喜欢浙江队的氛围 就是之前跟浙江队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 然后这次能跟广东队一起同台竞技也非常开心 因为广东队之前毕竟我们都是一个组的队员队友 然后一起加油的话也是会有一种亲切的感觉 接下来还有平衡目的决赛在等着她 但因为奥运回国后经历了漫长的隔离 训练一直不够系统 小姑娘对成绩没有想太多 更渴望的是在全院会的舞台上展示好自己 还是放平自己的心态吧 就是还是自己放松一点 就是不要太把比赛当成比赛 就想象当时是一场展现自己的舞台吧 就不管最后结果如何 反正我在自己 我给我喜欢的观众看了就值得了 来吧 来吧 来吧